2020年我们经历了无数个前所未有 我相信2020年只是一个开始 这种现象还会持续下去 因为我们的创业和投资 所要面对的消费生意军 从迁徙时代转向了C时代 年轻人的新性消费观模式 也决定着品牌的未来发展 我希望我的课程能够引导大家 用投资的角度创业 用创业的思维投资 我非常鼓励我们的学员 能够主动地去加入到各种服饰 和社区的服务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实践机会 我自己在很多个跨教会的机构服饰 我发现这些机构有很好的课程 可以帮助到不少人 可是需要帮助的人却找不到 这些课程的存在 作为创业者 你的产品 你的服务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那你就需要去学习最新颖前沿的技术 传播时尚有趣的内容 所以我的课程也会包括怎样去开发和扩展你的客户源 市场的推广和营销策略 巧用社交媒体来进行市场推广 善用杠杆原理 在投资和创业上 你的收益和回报绝对是倍增的 团队与团队间的合作 资源的共享 就是最大程度地运用了杠杆原理的效能 我在今年六月加入了优势财经去世节目的策划团队 在整个合作的过程中 我们共同一起去面对困难 一起出谋划策 利用不同的视角 方法和技能组合力量来挑战各样的问题 我们每天阅读大量的财经 投资金融相关的视频 报章 杂志 收集下一集我们可能制作的几个节目的选择 这对我自己在投资决策和分析上 绝对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也看到了这整个季度 我们的收视率和订阅量是倍增的 课程安排里边会有专门一课 我们来探讨一下目标和绩效管理的 我也鼓励大家能够早一些 花一些时间去研究一下 看一看 因为在未来团队的发展中 你需要选择一种模式 是适合你的公司的创业和团队建设的 如果这样一群人 他们考完了执照或者刚刚购买了店铺 开始营业了 可是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去让其他的客人知道我的存在呢 同行通常是你的竞争者 可是很多时候他也是你的合作伙伴 如果你是新人的话 其实可以花一些时间跟你的同行一起吃吃饭 一起聊聊天 一起互相沟通一下 可以聊聊大家在工作中的经验 因为这些经验是书本上没有的 而且这将会是成为你一生中最大的资本 我不希望我的课程只是纸上谈兵 我希望你们现在就开始付诸行动去实践起来 去告诉你的亲人 告诉你的朋友你正准备开始要创业 听一听他们有什么样好的想法和建议 研究一下你将要服务的对象 你的竞争对手 你的市场策略 希望这一季的课程 参加的人都有成长 有收获 门